HELLO 又来到我们学习的时候了 那么我们继续 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 我们是转的关于那个 Fixed Access Account 那么这个下半集呢 就是讲我们要把这个 Fixed Access 卖出去给人家 那么我们要如何做这个 Bookkeeping OK 那么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也是一样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之后呢 记得就是按下面那个红色Subscribe 因为你的Subscribe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支持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视频分享 让你更加多身边的朋友啊 谁也好 知道有这个免费教程的视频 好不好 然后之后呢就是like这一个视频 这样呢就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 然后呢我就会 继续上传更多的这些免费教学的视频 那么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学习好不好呢 OK 那么我们真实进入话题 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环节就是关于这个 Fixed Access 当我们卖出去的时候 OK 那个章目是如何的做的好不好 OK 来 我们首先看这边 OK 这一个 PDF呢 你们可以在下面我的YouTube下面那边 OK 有一个叫Download Link 你们可以下载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 OK 因为我所讲的东西就是根据它的 那么你们不用看到这么辛苦了 就是不用 就是screen point来换去 你们把它打印出来 就是照着我这样子来接 就我一边讲 你们一边可以看就比较方便一点 好吧 OK 那么我们卖出去来讲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只是要做这四个Transaction就可以了 OK 这四个Transaction 那么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做 OK 一直到它卖出去之后 我们就看它有Gain and Loss那个Account OK OK 第一个我们首先就看这一个 OK 因为这一架车呢 它是在4月30号2021年卖的 OK 2021年卖 也就是讲这架车呢 它只是在2011年2021年的时候 才贬值了四个月 不可以拿一年来算 之前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 我们直接是乘20% 因为那个是一年的时间 OK 我们在年尾一的时候 直接就可以做这一个Transaction 来就是做那个Deprecation 4,020% 但是现在第二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可以直接20%的数目 来做这四个月 我们必须要除出来 OK 怎么样做呢 来首先我们先看那个Formula 过后才教你们怎么样 key in那个Transaction 好不好 OK 来你们看这边 Provision for Depreciation is calculated at 20% per annual on cost OK 就是说这个Provision 这个Deprecation 它是以20% per annual 是per year来算的 OK 那么在4月30号2021年 这个Van is sold and received a check for 1万5千块 也就是说在2021年4月30号的时候呢 这间公司把这个Van卖掉 而收到1万5千块 就是说它把这家车司卖1万5千块 是收到check OK 那么Being Depreciation amount till 4月30号2021年 那么它的Formula是怎么样算呢 就是2万块乘以20% 那个是一年的 OK 一年的那个Depreciation 但是因为它才用到4个月 我们就要扣除出来的 那8个月 OK 所以我们就怎么样 就是乘4再除以12 就是等于这个 2万块乘20% 就是等于4千块 对不对 一年的Depreciation就是4千块 是对的 没错 但是由于它是在4个月过后卖 就是第4个月的月尾卖 所以它才可以贬值4个月的那个Depreciation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4千乘以4 就是拿到1万6千块 再除12 也就是等于1,333块 就是这4个月的Depreciation 是1,333块 OK 所以这一个就是一个Depreciation的做法 就是你的资产当你要卖出去的时候 OK 如果我们是1年 那我们就容易了 就是算一整年 比如说你是在半途 就是半年这样子 就是6个月 你就要乘以那几个月你用了 再除12 那一个就是你的Depreciation的贬值的算法 好吧 OK 那么我们现在看回这个 account OK 这个 account 所以我们首先呢 我们一定要做这一个时间 因为这个是关于P&L的 OK 那就是我们会进9100 Depreciation of Vain 就是1,333块 那之后我们就会credit进去那个Provision for the Depreciation of Vain 因为这个1,333块 它会加上上一年的那一个4千块的 OK 它就是累积 所以这个Provision是它是会累积我们那一个Depreciation出来的那个Value OK 以这个呢就是通知Account 这一年的那一个Depreciation 我的Fixed Access OK 就是这一年的一年还一年的 不可以把那个4千也带下来的 那个是上年 这个是今年的 OK 由于我卖了 所以我就只是拿到4 就是只是除以4个月的Depreciation OK 那我们现在就是进这一条Transaction先 好吧 OK就是这个9100和201005 OK 来 首先我们去Transaction Transaction Fund Maintenance 之后我们就按Add OK 首先呢 OK 因为我没有Generate 因为Voucher 我没有Generate 所以一共是有两个的 其实是在Part1的时候 那个PDF那边有讲到 只是我可以讲是遗漏了 OK 不好意思 你们可以拿回来第一张那个PDF那边 下面有用到的只有两个 OK 首先我们第一个 我们会用到Journal Voucher OK Voucher OK 我们会用到Journal Voucher 为什么会用Journal Voucher 因为这一个它不是讲Cash 也没有讲Bank 也没有讲Sales 也没有讲Purchase 更没有讲Pedicash 更没有讲Pedicash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用Journal 来进这一条Transaction OK 所以这个是4月的了 所以我们就放4月去 OK 30 超 042021 OK 那么第一个我们会进这个Depreciation of Vent OK 那么我们就放JV OK 04.001 就当这了 OK 所以这个是什么是Provision OK For the Depreciation of Vent OK 1333块 所以我把它存档起来 OK 之后我们就Credit去我们那个Provision Depreciation of Vent OK 那么这个就是Depreciation of Vent 这个把它算错掉 所以也是1333块 然后我们就把它存入进去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Transaction 这一个呢 就是当你每一年年尾的时候 你贬值你的那个资产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进这一条Transaction了 OK 就是Depreciation 我们Under P&L的 它会呈现在那边每一年 我们就是算那个账目 然后过来呢 这个Provision for the Depreciation 就是每一年它会累计加起来的 一直到我们的那个贬值完毕啦 就是说可能有些是5年 7年半 10年等等啦 所以我们按Accept 所以这样就是一个简单的Transaction 好吧 OK来 我们再看第二条怎么样做 第二条呢 就是它 因为刚才我讲到它Mine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一个Vent 就是那个Fix Access Offset它 就是把它 就是把它已经Offset了 就是不要再有里面 所以我们就是首先要 OK 进这个Disposal of Vent OK Disposal of Vent 2万块 可能你会讲 它不是卖1万5千吗 那个是你卖价 这个是我们要Dispose 因为我们的原价是2万 2万块的 我们要Disposal of Vent OK 然后 之后就是2010.000 Vent Vent Credit 看到吗 Credit就是扣除这个Vent 然后 2万块就是它的本来的cost 然后就是去我们的Disposal of Vent 因为待会呢 这个Disposal of Vent 它会有几条Transaction Contract出来 那个就是知道我们所谓的Gent and Ross 的Account了 OK OK 来我们现在做这个第二条 9000就是Disposal of Vent 2万 然后2010.000 Vent 2万 来 OK 大家一步步来做 所以上时它没有Vent 还是Under General Voucher OK 只是这个它是Disposal of Vent OK 所以我这个是JV04002 OK 所以这个Sales的Vent 这个Sales的Vent Sales的Vent Example 所以2万块 把这个2万块搬去这个Disposal 因为我们要Contract 其他那些的Account OK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Fixed Access OK Vent OK OK 这个是JVDisposal of Vent OK So 这个就是2万块 OK So 我把它存起来 OK 这样就是一个简单的Disposal的做法 OK 你们如果不习惯 你们可以跟着这样 类似这样子的做 好不好 OK So 我按Accept OK 来我们再看第三条 OK 我们就是这样子做下去了 OK 第三个就是Provision for the Depreciation of Vent 因为这一个的资产Vent 我已经卖掉了 So 我一定要Declare我的那个Provision for the Depreciation 就是有上年到加上今年的4个月 就是5,333块 OK 就是之前的4000再加这个1,333块 就等于5,333块 OK 好不好 So 为什么我们Debit 我们要Declare Offset应该是Credit的 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两条账目是在Credit的 So 我们必须再Debit进一个叫做Provision for the Depreciation of Vent 来Contra那两边的Credit 看到吗 这个是1,333是在Credit 你之前那一个4000也是在Credit的 So 我们要Offset就是两边一样 So 我们又在Credit这边做一个Debit这边做一个5,333 就是Contra了两边的了 然后呢 去哪里呢 这笔钱呢 就是去那个Disposal of Vent OK 5,333块 记得这个数目不是固定的 是根据你的那个Tick Access的那个Percent 然后再如果你是在半途的 就是说一半的还是几个月的 你就要做这个Formular calculation 如果你是整整一年的就不用了 你直接就乘以20个Percent 或者是其他的Depreciation of Vent OK 来我们做这条 OK就是201005 OK Provision for the Depreciation of Vent OK来 so 我现在就去几个Provision for Depreciation so 这个是JV OK 04 003 OK so 这个就是这一只Disposal of Vent 因为我叫它对它 OK so这边就5,333 OK so我就把它存档起来 Oh JV两个了 OK 把它存起来 OK 然后呢 我这个就会去什么呢 就是去Disposal of Vent 因为我要把它带入进去 OK so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Provision for the Depreciation of Vent OK so 5,333 OK so我们就把它存档起来 之后呢 弄脱了 我们就Save 好不好 OK 来我们去看最后一个 这个就比较简单的 这个就是真正我们是Mine了 OK 因为33000Bank 因为我们收到那一张Check 这边有看到吗 Receive a Check for $15,000 所以Receive a Check Check通常就是在Bank 所以我们就是Debit Bank Credit 我们的Disposal of Vent 因为我们要在这边扣除出来 我们卖了那一架车的Value OK 就是放在这个$15,000这边的 OK OK 来 来 来 我们这边 OK 这个我们要出去咯 我们不是 General Voucher了 看到吗 我们现在不是 General Voucher 我们必须出去 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个 OK 2 这个是Bank Receive OK Example 4 30 04 2021 OK 你们不一定要跟着我这个screen 因为我已经叫你们打赢出来那个pdf 所以你们就是照着那个pdf来打就好了 好不好 OK 第一个就是Bank 所以我不记得来讲 我就在这边寻找Bank OK 就是B RB 04 001 OK 可能这个是这个号码 HLB 12345678 OK 之后这个就是 就是给知道这个是我说的Disposal of Vent 等等这样子 OK 15,000块 进我的Bank 然后这个钱是来自哪里呢 是来自我Disposal of Vent的时候得到的这个钱 OK 所以很 OK Sales OK Fix Access 比如说OK Vent OK 15,000块 OK 然后之后我们就把它Save 起来 So 再Accept So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Fix Access的进法 明白吗 就是这四个step 你就是跟着这个 After Disposal的时候 你就是跟着这四个step 当然 这一个step 就是如果它没有卖 每一年你就必须用这个来做 因为Depreciation of Vent 来讲 Depreciation of 它就会呈现在我们的P&L每一年 它不会带下去的 就是在第一年 那一年就是在那一年结束的 你这个Provation for the Depreciation of Vent 它就会一直累积在这个Account里面 一直到你的那个资产已经是就是那个RAP的Percentage 就是说比如说Vehicle 它是给你5年的时间 所以你5年时间用完了 它就累积在那边 直到你的那个Disposal了 OK 直到你那个Disposal了 OK 那么这个弄头了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样东西要做 OK 还有一样东西要做才可以看那个报告 OK 我们要去哪里做呢 我们要去General Fixed Access Description Maintenance 我们要在这个Maintenance里面 做一个记录 就是这一个资产是已经卖出气了的 OK 我们必须来这边 Fixed Access Description Maintenance OK 来 我们去直接这边 如果有很多技巧 比如这个它是卖多少 15000块 OK 你要把它点进去 If this item has been disposed Please enter the disposed value OK 这边讲的很清楚 就是它把它卖掉 或是就是报销的那个一个数字 所以15000块 好吗 OK 我们就是这样子打进去 这边就变成你就有一个记录 你比较容易可能做refer 还是等等怎么样了 好吧 OK 所以我按Exit OK 那么我们就是现在可以去看那个报告 来 我们去这个Report Fixed Access OK Report Fixed Access 这个专门是给Fixed Access 用的那个报告的地方 好不好 OK 那么我先按这个 OK Enrose on Disposal of Access 然后这个呢 我们不可以放1页 要放4页 因为它是在4月30号 才有做这个transition 如果你放1页 都可能看不到 好吧 OK 所以我放了4之后我就按OK OK 所以可以看到咯 它买来的时候是2万块 因为贬值了1年04个月 就是价值是5333块 OK 所以这个捡起来 它的book value就是1万4667块 那么它卖1万5千块 所以它是赚333块 OK 看到吗 OK 它是赚了333块 所以你可以按一个Preview OK 你可以这边看 这个你可以打印出来 或者给你的auditor这样子 OK 给你的auditor OK 来我们去看那个P&L OK 然后出来我们去看那个P&L Profit & Loss OK 我也是放4页 所以我去这个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咯 OK Deposition of Van 1,333块 然后Deposit of Van 330 OK 所以说它加起来就是1千块 好不好 OK 所以这个就是Profit & Loss 相信大家如果会看来讲 都比较明白咯 好不好 OK 那么关于这一个fix success的一个简单做法 可能你们会有点有些可能会模糊 因为这个毕竟也是要一个对account很熟悉的人 就可能会比较明白了 因为我只是一个大波 因为我重点最绝就是教大家如何应用这一个软件 来maintain我们的那个fix success 好不好 OK 那么关于这个fix的课题也已经讲完了 那么下一集呢 OK 我会在筹备者就是关于讲那个currency exchange的account 怎么样做 OK 这个还在筹备者啦 OK 希望是尽早可以上这个视频 关于这一个就是currency exchange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也在筹备者关于paylaw的那些就是用法 好不好 OK 那paylaw是当然是paylaw的事情 不是在UBS里面 不是在这个UBS account里面 OK 那我今天的课题就到此为止了 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